王俊凯马上就要19岁了 但依然是成年不久的 对于像一个女孩子说 我喜欢你这样的事情 不是和我们单纯的小凯宝宝 因为妈妈告诉她 25岁之前不能谈恋爱 小凯当然会乖乖听妈妈的话 那如果做节目遇到这样的事 小凯会怎么处理呢 在第二季高能少年团大理的录制中 需要寻找新时代最美金花 在小凯找到之后 小姐姐要让她说一句白族话 才给文玫瑰花 小凯没有犹豫直接开始学了 可是当得知这句话的中文意思之后 可以说求生欲很强了 这句话可不是随便就能对别人说的 小凯还是挺害羞的小男生 这句中文意思是我喜欢你的白族话 让小凯愣了几秒钟 还要对小姐姐说 这可怎么办呢 小凯简直不要太机智 直接拉起自己旁边的丝带 就开始了自己的表 你一条丝带说我喜欢你 那条丝带真的好幸运了 请问可以采访一下 被王俊凯喜欢的感觉吗 其实小凯也对着镜头说了一遍 也算满足粉丝们的小愿望啊 小凯可是一个很宠粉的人 一直都记得粉丝的呢 毕竟妈妈说不让谈恋爱 毕竟粉丝们都默默的监督 可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所以我喜欢你这句话 只能和丝带说了 更何况咱们是凭本事单身的人好发 其实白族没有文字 所以小编只好用拼音标注 我爱你用白族话说 就是 这个音很难发 最近的谐音就是我习话呢 这样的 其实小编也没搞清楚 到底怎么读 各位粉丝们发挥自己强大的智商吧 学会了就可以用白族话 告诉小凯我喜欢你 而且一般人根本听不懂 是属于小凯和粉丝的秘密语言 粉丝们都学到了吗